还有第三个呢 最后你成为英雄之后呢 对自己这个路径要有个反思 能够升华出来 能够直接教育很多人 这是体育竞技力电影必有的套路 那咱们国内拍的片子呢 以前有的老观众朋友能知道 像女蓝五号啊 飞吧足球 什么沙烏反映蓝牌足的电影 也都是小人物成为一个英雄 一个严厉的师父带着他 最后上升到人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么赌片呢 王晶采用的方式 也是按照体育竞技力电影 唯一的不同在于第三部 就是那个是上升到人生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升华 赌片往往最后上升到人生经验是什么 不要再赌了 苦海无边回头实案 金盆洗手推出江湖 所以这里头有这样一个故事内核的话呢 就很抓人 所以我们看赌片 你不要把它看成说赌博电影 它其实是体育竞技力电影 你看我们可以结合 它的作品给大伙分析一下 首先一个 说这一类电影 赌片也是小人物 成为一个大人物 成为英雄 这点我们说像 我们可以类比的 最直接类比 咱们举个例子 你像周星驰那个少林足球 他不是赌片 但是他是个体育竞技类电影 他就是个小人物成长为大人物的 周星驰演那个呢 五十哥 叫二星 绝技是少林金刚腿 他是干嘛的呢 是个减肥品的 说白了收破烂了 这都已经不是小人物问题 甚至是社会的底头 他通过踢足球 立志 最后成为大家仰慕的英雄 做人如果没梦想 那跟咸语有什么分别啊 少林足球就是 先把主人公位置设置的很低 绝对的小人物 你看赌片就这一路子 咱们说赌神吧 你说有人说那不对啊 赌神周人发眼那高进 那可不是小人物 一出场身边俩保镖 风衣墨镜啊 还有的试钱 那么为了制造小人物这种成长 他故意把高进变成什么呢 被仇家追杀呀 从山上掉下去 摔着自己失去记忆的 成了个傻子了 然后被个小会会 留到花眼的 陈小道给捡起来 然后觉得他有利用价值 好了 你们先扶着 我去叫门去啊 好 好 方舖开门 等一下我换衣服啊 我快支支不住了 不行了 忍耐点啊 我没力气了 好 好